皮修要戴右手 请问黑钥匙皮修是要戴右手还是戴左手 网路上说黑钥匙要戴右手效果比较好 今天这100问的主题 我们会针对这个问题来做一个说明 在做说明之前 我还介绍一下太阳石 这个是太阳石 皮修不是黄虎眼 不是黄虎眼 这个编号是985 这个是黄虎眼石 这个是太阳石 太阳石看起来这是黄虎眼 不要以为他是黄虎眼 这是太阳石 所谓太阳石就像太阳一样 灯光底下照片有看到 像太阳石一样 为什么叫太阳石 不名实义就像太阳一样 因为他的行程他是一个长石家族 就是他行程的时候 其实你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放大 把它放大 把它放大 其实你看他的行程 是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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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里面的结晶体是一条一条一条形成的 那灯光底下照的情况之下 然后他就会像因为灯光底下照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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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像太阳一样 大家都会以你为中心 不管我们的业务员 业务员就是他具有一个专业的 好像一个权威一样 我们在销售我们的商品的时候 客人就会觉得感觉上你有权威感 自然而然就会提高我们的业绩了 老伴也是一样的 所以太阳石的磁场就是在这里 太阳石这个平安避邪的力量 阻挡负面磁场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 因为太阳石叫做 既然叫太阳当然它的阳气 阳的磁场就非常非常的一个旺 所以你喜欢我们的太阳石 你有太阳石的话 觉得自己做什么事情 觉得什么事情都做很不顺 非常非常的不顺 其实可以考虑到太阳石 去帮我们阻挡负面磁场的干扰 小人又特别多 跟黑药石比较起来 当然它的阻挡负面磁场 还是比黑药石来的强了 因为毕竟太阳属于激阳之气 好 所以在欣赏我们的太阳石之外 我们现在还回归到我们的主题 就是说黑药石要带左手右手 其实我们带皮修来讲好了 其实左手右手以自己方便为主 以方便为主 为什么呢我告诉你说 请你带右手 那带右手我做事又不方便啊 你叫我带右手 是不是我就会对皮修来讲 产生了一个就是说欢喜心 我觉得带皮修来讲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欢喜心 有欢喜 有欢喜心比什么 你的材质磁场 第一个除了我们选择材质磁场好的 一个重点之外 再过来我们要有欢喜心 为什么要有欢喜心 我告诉你说今天皮修带右手 可是我右手就是不方便 做什么事情就是不方便 那我是不是就失去了 失去了一个欢喜心 那失去欢喜心的情况之下 皮修再好它的材质 你再好的皮修 它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觉得带皮修 其实左手右手以自己方便为主就好了 好以自己方便为主就好了 好所以带皮修呢 我们就是以自己方便为主 不论左手右手都可以的 那可是有就说啦 网路上说黑钥匙要带右手效果比较好 好那带右手 那我反问大家一个问题 好那你就说好 请问你说带皮修带右手比较好 好那请问没有右手的人 你要他怎么办 你说右手比较好可以招财嘛 对对 好那没有右手人怎么办 没有右手人的人说实在的 我觉得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 好 嗯 不论先天或是后天 没有右手失去右手 我觉得 我觉得 好我觉得在 在很多上面 好他就已经觉得 我觉得就已经 就是他的 他就已经失去他所谓的起跑点了 好他就觉得他就失去他的起跑点了 那你就告诉说 你今天 告诉这些人说 哎 带皮修只能带右手 因为右手招财 我就没有右手 那是不是我就不能招财了呢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根本就是不合理的嘛 好 根本就是不合理 我们去想一想 大家都要有智慧 好大家都要有智慧 去判断网路的传言的是是非非 好 皮修不是 那我今天已经没有右手了 你还告诉我不能带 我今天已经因为 因为因为 因为这个 不管是贤天或后天的原因 失去右手 你还告诉我说 不能要带 一定要带右手 才能招财 那我就没有右手了 那我是不是就不能招财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真的 好 所以我们带皮修 所以这不是太残忍了吗 没有右手的告诉他说 你不能 你一定要带右手 我觉得这样 对于没有右手的人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残忍 好 所以呢 皮修的 所以不论有 所以我说嘛 不论左手右手 以自己方便为主 就可以了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这过来呢 那我皮修效果 再过来皮修的效果 跟你带哪一种 哪一手是没有关系的 跟你带哪一手是没有关系的 跟皮修的材质磁场是有关系 天下万物 我常讲天下万物是一分钱一分货 皮修的材质磁场也是一样的 就拿黑钥匙来讲好了 就拿黑钥匙来讲好了 各位看一下就拿黑钥匙来讲好了 这个 是冰种黑钥匙 冰种黑钥匙是什么呢 就是灯光底下照呈现透明的 好 饼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圆珠也是一样的 等一下我把它关 好 有没有 灯光底下照呈现透明的 圆珠也是透明的 黑钥匙有等级分 黑钥匙有等级分 那这一款呢 在我们视频上 它是最差等级的黑钥匙 就是灯光底下照呈现透明的 好 黑钥匙也有彩虹眼 冰种黑钥匙也有彩虹眼 有看到灯光底下 有没有大家看到 紫色的 紫色的 大家看到了吗 紫色的冰种黑钥匙 也具有彩虹眼的特性 大家看到了吗 它是紫色的 当然不一定紫色啦 所以彩虹眼就是可能呈现 绿色啦 紫色啦 当然不一定啦 但是冰种黑钥匙 具有彩虹眼的特性 那这个是黑钥匙 当中等级最差的黑钥匙 第一个 它不透明 看到了吗 完全不透明 再过来呢 它也不具有彩虹眼的特性 所以它是黑钥匙当中 等级最差的一个黑钥匙 那你说 我说 彩虹的效果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矿石的 等级材质磁场 跟带哪一首没关系 那你今天来讲 你带一个像你带这一种 等级最差的黑钥匙 我带右手 它就 它就有可能变成 跟这个一样冰种黑钥匙的 材质磁场等级了吗 不可能的事嘛 那我今天来讲好了 我今天带一个材质磁场好的冰种黑钥匙 那是不是我今天我不带右手 我带左手 我就变成跟这一样等级变差了吗 那也不可能嘛 对不对 皮修的效能取决于什么 材质磁场嘛 你材质磁场强 是不论我们平安辟邪招财 来照顾人的磁场力量就会大嘛 你材质磁场普通 当然各方面就是有限嘛 所以我一直常强调说 选购皮修材质磁场是很重要的 不要去 这些我们真的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去做一个判断 要有智慧去判断 好 像这个太金 看它太金 哇 闪到了吗 闪到了吗 很漂亮 对不对 金光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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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光闪闪的太金皮修 是不是太金一样有等级分嘛 对不对 太金有等级分 不是说你今天带右手 不是说你今天选择什么 要做一些 很多我觉得啦 这个真的大家要有智慧 大家要有智慧去判断 不要以为说 今天买材质磁场好人都是笨蛋 那很简单嘛 如果今天我带右手效果 就 就今天带效果 我今天带右手效果就会变成 就会招财磁场能量就会强的话 那你去买路边 路边他100块钱的皮修就好了嘛 然后带右手嘛 就给你招财嘛 那你以为买材质磁场好人都是笨蛋嘛 对不对 想一想 其实很多事情想一想就知道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没有智慧 害人害己的传言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我希望大家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去判断 是是非非 又不是照单全收 照单全收 我告诉你永远伤害的永远都是自己 而不是别人 好 这是我 这是我多年很多的一个纪念在里面 好 然后 再过来呢 我觉得 带皮修 好 我们常常讲 既然要带皮修 就要带材质磁场强的皮修 带了一堆普通材质皮修 不如挑真正有用 对我们帮助磁场强的皮修 好 然后呢 比起真的比起高档的这个衣服来讲 我觉得佩戴皮修更有价值 好 皮修能够帮你招财招 故人事业财运都能够满满的 好 所以呢 就是给大家做参考啦